法拉盛的川菜烧烤遍地都是 可是火遍国内的串串还真是不多 最近我们在法拉盛是发掘到了一家主打串串香的店 我们可开心坏了 像自助餐一样带着篮子去他们满满当当的冰柜选好 就能够开启烫串聊天的模式 最后按照签子的数量算钱 跟国内一模一样 作为纽约的第一家主打串串香的餐厅 我们当然要前去鉴别鉴别了 挺好的味道很好环境很好服务更好 那个辣的牛肉挺好吃 还有藕片对我最喜欢这两个 烤脑花不错 然后还有那个香肠 就那个腊肠应该算是 汤底和那个蘸料都还比较正宗 正是因为串串味道好 才让顾客们赞不绝口 店主Justin一直是忙进忙出 别看他只有24岁的年纪 但是出生的是串串世家 父母多年前在广州承包夜市汤味 就凭着这口香辣美味 让即便是搬家的老顾客 都会打着飞滴回来吃 到了美国Justin还是怀念小时候记忆里的味道 凭着执念把退休的二老请出山 把那些年的串串又复刻在了华人聚集的法拉社 味道嘛 就我感觉一直都是那个味道 虽然说间隔很多年 就是没做这个了 但是当那时候开店第一锅料熬出来的时候 一吃还是那个味道 之前做夜市的时候就有很多老顾客 来搬家了换工作了 换到别的城市 然后休息天总会还要跑回来 他说就为了这口味道 就是你不想吃吧 时间长了不吃吧就想吃 对你忘不了 反正就是也有感情在里面吧 从小毕竟那是从小自己家里面做的事情 从小一直在这种环境下成长 时刻们的称赞 Justin的情怀已经是让我忍不住想要尝尝串串了 但是探店呢 咱们还是先得从后厨开始起 来看一看美食诞生的过程 为了让这个体验更彻底 Justin是按照从一到南 给我演示了一把串串的方法 但我要挑战串串串 我觉得挺简单的 我先咱俩从简单的来吧 好吧 对 你不要那么看不上我吧 其实我也做饭的 先切开 OK 对 你妈已经给我切好了 对啊 都是你的 中间一切切两刀就行了 这很简单啊 我比个赛吧 行 咱比一下啊 怎么比 十秒钟之内看谁穿得多好吧 来 来 好 好 来 go 太啊 我也两刷 他也两刷好吧 这个很简单的 来个难一点的好吧 穿这个吧 穿这个 这个怎么穿 这个怎么样穿 这个就这样穿 一串不还有几个 一串穿没有几个 一串穿个五六个吧 哦 穿个五六个吧 阿姨一直在提醒我们 这次是perfect 来吧 弯度都要朝到一边 没关 全家处女生 这次我给你们20秒 20秒是吧 卡比赛 OK 开始吧 预备 起 我穿的多比他多一个 让阿姨来质检一下吧 阿姨您看看他敢谁穿的好 你穿你的 我穿的 我穿在这 在这 好 这个弯度 你看穿出来的串 我穿的呢 穿不好看 这样 形象 你看他形象 你要吃 你先挑哪一串 我这个 你那个形象很特别 最高难度了 挑战一下 金针菇 喝这个豆皮 这个豆皮 阿姨 她要给你先 她教教你 OK 然后 这个豆皮 这样做 我不能单纯的穿一个金针菇吗 我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 起 到 这个儿子穿的 对 这个美女穿的 都行 这个太松了 这客人一拿 他容易掉 挑一芭蕾吧 就容易掉 还行 你看 开了一架 我怎么觉得心里有一点不好意思 这个串串比赛 让我还真是因为紧张 心跳加速了一把 除了这些直接穿上去的食材 他们家还有一些较为复杂的炸物 比如说店里面受欢迎的 素丸子和炸鸡串 大厨 也就是Justin的爸爸 刘叔叔 给我们演示了一把 这一出炉 就会遭到轰抢的炸鸡 是怎么做出来的 打几个 供鸡蛋啊 母鸡蛋不要 要供的 做什么呀 供的好吃 供鸡蛋跟母鸡蛋怎么挑的呀 哈哈哈哈 他骗了我的 你已经在下饭了 哈哈哈哈 再来来 忘情水 再来来忘情水 忘情水 来一杯忘情水 叔叔您嗓音很好 是吧 从小唱过戏 唱过戏 唱什么戏啊 河南玉剧 玉剧啊 哎 能不能给我们唱两 唱两句 可以 听着歌唱出来的鸡肉 应该是挺好吃的 来两句吧 来两句吧 流大歌讲了话 离太平 谁说女子 不如难 哈哈哈哈 早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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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就我一个人在拍巴掌 等到这个鸡肉均匀地挂上姜 就可以开炸了 炸五分钟 炸好之后呢 再穿上签子搬出去 串里面 店里自制的卤味也是非常的抢手 那都是九年的老卤熬出来的 香味十足 再来说说涮串的灵魂 汤底 Justin跟我们讲 他们的高汤是牛骨头棒和老母鸡熬出来的 看看这一大口锅 光是骨头和母鸡就占了一大半 可想而知 这么多料 熬出来的汤 是有多么的浓醇 厨房逛过一圈 就轮到我们尝菜了 带着小柯来体验一下 自助取串 我非常喜欢 我感觉像个小小小小小小小 在帕子搬着我们的袋子 我们今天收拾什么 是像是 小柿的拌摄 你知不知道 我们去拌摄 像是骨头和骨头和酸辣肉 但我现在就好了 对 所有东西都是同样的 每一样都是这种毛钱 我们去买 好 我们去买 这里有一个大量的选择 我们有肉和海鲜 深炒的 新鲜 满满一柜子的串串 从青菜 菌类 王华类 到蔬菜和熟食 足足有50多种 而每根签子呢 才60分 感觉真是赚翻了 不过品种 我们不能一一品尝了 我们就挑了一些 店里的特色菜 比如说麻辣里吉 卤猪脚等 放进了篮子里 好了 准备上桌算菜了 你觉得有什么 跟火丝火锅不一样的地方 what's the difference 我们的烤锅 这是他们的烤鲤鸡肉 这是他们的烤鲤鸡肉 我们的烤鲤鸡肉 用一点又好吃 嗯 超棒的 炒鲤鸡肉 非常棒 而且它非常棒 在这个烤锅里 所以我们的黑色 我们应该去更加温暖的水 对 我会尝试清汤的蒜鸡肉 蒜炸鸡肉 蒜炸鸡肉 我会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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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好奇妙哦 外面它的内层呢 就感觉像上过的油条一样 非常稀汤的味道 里面之后又无敌的嫩 而且有那种葱的香味在里面 所以你能看到 什么的 hype is all about 嗯 好吃 好吃 fried chicken right? fried chicken in a hot pot the new combo 还吃这个素丸子 那是so interesting 但这个放在辣锅里面 真的是好辣 非常有嚼劲 非常有嚼劲 看起来像一个 变成的 变成的 对 嗯 让我们继续 我们还有很多东西 这个菜 我真的推荐 叫做川鱼香辣虾 川鱼香辣虾是一道特别的菜 刘叔叔把虾炸过两道 保证虾有一种干酥的口感 最后呢 再用干辣椒和葱姜爆炒 让家保持本味的同时 还有大量的香味 这个虾肉基本上就炸的 会比较干一点 基本上它的壳都很脆很脆 你可以完全吃进去 嚼进去 不吐渣的 看上去辣 事实上没有那么辣 它是很深烤的 它是很热的 它是很热的 但是它是很热的 它是很热的 鱼香辣 和脂肪 它是很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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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新的 这个叫做香锅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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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上去像干锅一样 先把这一锅呢 吃一半 完了之后呢 它们可以再加汤 再去炸菜 它的鸡肉是砍半 然后炸过 外面的皮呢 在烧过之后 软软的很细味道 里面的肉又非常的嫩 很入味 而且它这个整个里面的肉 你看里面有大量的蔬菜在里面 它这个肉吸收了豆芽 还有香菜 还有豆腐皮 芹菜的那种香味在里面 肉里面都还泛着蔬菜的香 I want you should try to style 我们在里面再加一些汤底 来给大家看一看 涮这个香锅里拉 是什么样的感觉 OK 谢谢 谢谢 那用这一口锅呢 我们又可以烫点菜 帮我 帮我一些豆腐皮 这个颜色跟刚才那一锅 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颜色跟刚才那一锅 这个颜色跟刚才那一锅 就完全不一样 它是完全不同的 它是真的 闻起来那味道就是很香浓的味道 清淡很多 而且蔬菜的香味很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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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在法拉盛呢能找到一家专门店 不能吃串 而且是还有这种一串两吃的餐厅 真的就是只有这一家了 关键是它的味道真的很不错很不错 我推荐你下一次来 算炸鸡 算素 素丸子一定要尝一尝 如果还有肚子朋友很多 尝尝这个香里拉 作为纽约第一家的串串香 我觉得串主任真是交了一个高分卷 人均二十到三十的价格 良心不说 关键是汤底鲜 食材好 味道也很赞 尤其是在纽约的冬天 约上朋友们顺顺串 试试香锅 来点啤酒 寒冷的感觉 就要在这美味当中散掉了 开车的朋友注意了 他们家还有停车场 放心的开车来撸串吧 别煮 oma 接着 深嘴 在这里 在这面 打烈 搅拌